每個人一定都有這種時候 如果我當年去年生物科技的話 我現在工作應該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如果我當年不跟男朋友分手的話 我現在可能一定是兩個孩子的媽了 如果我剛剛逛百貨公司不走前門的話 就不會被貴姐攔住 就不會多噴一萬塊了 對!我想每個人一定都有這種經驗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的 就是人生一連串的抉擇 哈囉大家! 歡迎來到Neko的說書時間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這本書是 人生副本 如果要我說的話 它就像是披著科幻小說的外皮 包裹著哲學思想的內心 故事發生在芝加哥的小鎮 男主角是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科學奇才 但他在大學時代遇到了 即將在藝術圈崛起發光的女主角 兩個人都即將在自己的生命中發光發熱 不過 女主角懷孕了 於是 男主角這個時候就面臨了人生非常重大的決定 留下孩子跟女主角共主家庭 或者是 跟女主角分手 努力衝刺事業 成就自己 順便當個混蛋 選擇 共主家庭的男主角 就這樣過了15年 不只是她放棄了自己成為科學家的目標 她老婆也放棄了成為藝術家的理想 兩個人都有一點微微的遺憾 但是看到 小孩子和每天幸福的生活 其實她不後悔 後悔的 令有其人 這個時候我要來場外插播一下一個我覺得很玄的量子力學實驗 薛丁格的貓 從前從前有一個人叫做薛丁格 她把毒氣彈和貓一起放在箱子裡 I got the duchy I got the cat 並且告訴大家 這隻貓在箱子打開的瞬間 會有50%的機率死亡 以及50%的機率活下來 你一定會覺得 決定貓咪的命運來自於毒氣彈會不會引爆 真的是這樣嗎 對於我們這些觀察者來說 結論就只有兩個 生 或是死 但是對於貓咪來說 箱子關起來的時候 在她的世界裡 她的生 與死 是同時存在的 這個時候的貓咪 最接近平行宇宙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這方面的資訊的話 我把資料丟到資訊卡了 愛因斯坦也說過類似的理論 就是要證明平行宇宙的存在 但是她用的是炸彈 不是毒氣彈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 千萬不要讓科學家養貓 想像一下 在另外一個宇宙有一個一模一樣的你 兩人同時面對了同樣重要的決定 但在關鍵的時刻 你們做了不同的決定 於是你們邁向了不同的道路 直到她發現 哎呀 你選的那一條我比較喜歡 然後 她剛好又是一個 百年難得一見的科學奇才 所以 她用了科學的方式 想辦法跟你交換了人生 如果是我一定會超不爽的 你當初決定當個混蛋 麻煩你好好的 承擔起你自己的選擇 當個混蛋好嗎 這本書到最後根本是一團混亂 因為一場交換 不只是交換了兩個人的宇宙 連帶影響了很多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就把小說重點講完了的事件 這真的是我看過 近半年來 最好看的科幻小說 沒有之一 完全可以媲美 火星任務 一路超展開 幾乎沒有喘氣的空間 看完之後你還能反思一下 到底為什麼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我要走前門 而不是走後門 如果走了後門 就不會遇到推銷員 就不會多花錢了 多好 硬要說缺點的話 大概就是結局收得有點平弱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前面太出乎意料了 惹出了一堆麻煩事 所以也不知道要怎麼收場 作者不這樣寫 我還真不知道結局能怎麼辦 暑假快到了 這本書我真的強力推薦 我看書算是很慢的 但因為真的太精彩了 我停不下來 我一個晚上就把它看完了 文字量雖然很大 但是其實沒有很艱深 最難理解的東西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剩下的就是靠你們自己去閱讀啦 感謝原神的小粉絲寄了這本書給我 我差一點點自己就要奔去買了 就是誰也被我推坑 這本書明天要寄到他手上 讓我們期待 這位邊緣人要怎麼堆他的貓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螢幕上出現的方框 以及右上角的資訊卡 別忘了去看一下喔 做你們粉絲該做的事吧 我們就下一支說書時間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撬結束 之後再次到達吧 2 5